这两种东西同样作为经期的这样护理的产品 它本身是没有优劣之分的 至于要怎么选 其实还是完全依赖于个人的一个使用喜好 但是呢使用卫生棉条的话 有一些是必须必须要注意的 就首先是要选对它的吸水性 因为如果吸水性过强的话 它会导致阴道内部的过于干燥 会引发一些就是其他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当然了选择这两种 你提去焦虑的是 我到底选棉条还是选卫生巾 不如说我们把更关键的视线放在 你到底会不会 就是有没有及时的去更换 因为像是卫生巾的话呢 可能是要两到三个小时去更换 卫生棉条的话不能超过八小时 一般建议可能四到六小时就一定要更换了 因为放到时间过长的话 就相当于你随身携带了一个小的吸菌包 而且卫生棉条在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 它也会导致整个环境干燥 一不小心一点点小的破损 就可能会造成这样的感染 请看起来 请看起来